世界杯 今次世界杯奉哪一對呢? 我一向奉開巴西 西班牙的 森巴足球 今年希望美思退休前取一次世界杯 因為他是贊世界杯麵 希望今次今屆 希望阿根廷真的可以順利拿到冠軍 那這就是你想阿根廷拿到冠軍的 個人的心願 希望美斯拿 但你捧巴西 我捧巴西的 巴西西班牙 但我想美斯捧杯 矛盾 最難忘是哪一場 最難忘是1998年 那時打算巴西連續第二屆捧杯 誰知道他在現場 巴西又沒有出來熱身 一開始 整隊坡都不是巴西 好像是巴鬼 終於也輸了0比3 比較失望一點 今年美羅斯會不會也會這樣 我們先看看工作的時間 現在工作比較多 看看缺了一段時間 沒有時間去 那今年世界杯捧哪一隊 世界杯我 其實 你本身自己捧哪一隊 我本身是很喜歡伊達 因為我是巴趙那些年代 你世界杯入不了 所以今次很中立 今次很客觀 你覺得哪一隊會贏 其實我覺得阿根廷 還有英格蘭 你最想看誰是球星 球星 為什麼我剛才說喜歡阿根廷 今年選阿根廷 就是我覺得美斯 今年是最大機會 最有機會 也就是最後機會 要去拿一個世界杯 如果要上一個球王級 就是靠世界杯的加冕 世界杯有沒有看過哪一隊 我自己當然是喜歡 喜歡就是喜歡 很喜歡比利時 喜歡比利時 比利時 比利時 就是比利時 多一些懂得踢的球員 那有沒有特別想看哪個球星 其實譬如說 在德國球隊 桑梨 或者 年輕一點 譬如說 夏沙德 例如法國 我希望看到一些新進的球星 不一定是基士文 我希望有些特別的球星 因為我知道 法國很多新的球員都很好 不過大賽經驗 足夠不足 那個心理質素 我當然是法國 今年我覺得法國隊很強勤 因為有前面有中有後 和巴西 因為巴西今年有一個好的旅行 巴西今年的後備都很強勤 所以我覺得 今年最大的熱門 就是巴西和法國